安静的房间中,山姆威尔与梅丽山卓相对而坐。 红袍女巫手中握着一只造型古怪的细瓶,瓶口不断晃动,仿佛有什么东西要从中钻出来一样。 随着梅丽山卓念出一句古怪的咒语,瓶口猛然跃出银白色的火焰,仿佛盛开了一朵花。 陛下,请将手伸过来。 山姆威尔摊开左手,就见梅丽山卓立刻将细瓶倒扣在他掌心。 那朵银白色的火焰花卉在山姆威尔手中绽放。 哪怕他拥有了不焚者、天赋,也依然感受到了一股轻微的灼烧感。 片刻后,梅丽山卓将瓶子取走。 山姆威尔的手心便留下了一个六角形的银白色花朵,像是纹身一样印在皮肤上。 与此同时,由于精神属性暴增带来的各种异象得到了极大缓解。 虚空中传来的诡异抑郁渐渐消失,直至几乎不可闻。 这个封印能让您暂时不受元素海的干扰。 梅丽山卓道。 山姆威尔正好奇地抚摸着掌心的印记,文言露出疑惑之色。 元素海?那是什么? 那是巫师们力量的根源。 梅丽山卓道,但也是危险和诱惑的根源。 山姆威尔没有说话,静静地看着女巫,等待着她的进一步解释。 我们所掌握的超凡力量都来自元素海,那是虚空中的未知存在,聚集着风、火、水、土、光明、阴影、雷电等等元素,它们狂暴而危险。 具有一定天赋的凡人能够扰动元素海,并借用微不足道的一些力量,也就成了我们所说的巫术。 比如,我对火焰的掌控和使用,便是基于元素海中的火元素。 听到这里,山姆威尔忽然觉得,或许所谓的魔潮就是这个元素海的某种波动。 马尔温博士说诸神都是一群被困在魔潮中的囚徒,或许正是因为他们都只能存在于元素海中,随着某种规律的波动,才能每隔一段时间将影响力投射到这个世界。 梅丽山卓还在继续说道, 我最初是在亚下的红神庙中修习的巫术,一直被告知红神拉赫洛是火元素的主人,是光明和阴影的主宰。 所有的咒语都是向他祈祷,唯有借用他的伟力,凡人才能从元素海中获得力量。 但现在看来,这恐怕是一个谎言。 说到这里,梅丽山啄目光中微微有些迷茫,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 他继续说道, 经历了之前的独神之举,光之王拉赫洛已经抛弃了我,我的祈祷已经没有了回应,也无法再从火焰中看到幻象,我原以为自己将无法调动元素海的力量,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。 我的确无法使用一些巫术,但只是一些,而不是全部。 我的力量虽然减弱,但并没有彻底消失。 所以,拉赫洛显然并非真正的火元素的主宰,也不是光明和阴影的主人。 他只是,说到这里,梅丽山啄还是顿住了,或许是无法承受长久以来的信仰在面前崩塌。 一个谎言,山姆威尔冷漠无情地补充道,或许诸神都是谎言,他们不过是被困在元素海中的强大巫师,跟凡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。 或许吧,梅丽山啄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,他收拾心情,转而道。 陛下,我来教您巫术入门的知识吧。 好,您有不焚者、天赋,又能驾驭巨龙,所以我建议您从火魔法学起。 可以。 山姆威尔并不在意这是光之王拉赫洛的领域,甚至还抱着一种跃跃欲式的挑衅心态。 梅丽山啄取出一个古老的卷轴,摊开。 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个个扭曲的符文,仿佛跳跃的火焰。 陛下,请跟着我念。 血承熟透了。 杨济城的流水花园中,亚连恩、马泰尔公主用疲惫的声音道。 他忽然觉得这一刻,自己跟父亲道朗亲王好像。 熟透的橙子掉落在花园中,泵裂开来,流出血红的汁水,浓郁的甜味很快充满了鼻腔。 那梅丽亚,沙德脚步急促地走了过来,道。 殿下,您该管管安德斯伯爵了,他在城中说的一些话非常难听,这会严重影响马泰尔家族的声望。 我知道了。 亚连恩公主收回心神,道。 你去告诉安德斯大人,我在旧宫等他,有什么想说的,就直接当面说清楚。 是。 那梅丽亚离开后,亚连恩公主再次看着满地的血承发呆。 他至今还不敢相信安德斯伯爵带回来的消息。 父亲竟然失败了。 在他的印象中,道朗亲王已经成了一个近乎无所不能的形象。 不管遇到多么艰难的局面,只要有他在,就总有办法安然度过。 可现在,道朗亲王自己都成了凯撒的俘虏。 而亚连恩公主也就暂时成了多恩的统治者。 从前他无比渴望这个身份,可如今真的当他发现自己必须亲自面对那些困境, 必须为多恩的未来做出抉择时,这种可怕的压力犹如潮水一般涌来,像是要将他淹没。 但他也知道,自己必须承担起责任。 他是亲王长女,按照多恩继承法,是未来的多恩统治者。 他,用一只血尘砸落在地,鲜血般的枝叶流了出来。 亚连恩公主知道自己该走了。 他换了一身庄重的礼服,黑色的沙衣配蓝宝石发带, 然后坐着父亲的轿子,在一对侍卫的护送下离开流水花园。 沿着滨海大道一路往南,亚连恩公主很快就再次见到了阳几城。 他还是如记忆中的那般喧闹嘈杂,充满了燥热的气息。 因为提前通知了守卫,当队伍抵达时, 三重曲门已经打开,可以直抵旧宫。 亚连恩公主掀开车帘,一眼见到了高耸的长矛塔, 当然还有街道边聚集的人群。 给亚连恩殿下让路,是为驱赶着人群,但他们依然在发出声音。 我们不要战争,一个老妇人历声尖叫,赎回我们的领主, 一位骑士敲打着自己的盾牌。 我们要食物,不要供养俘虏。 一位怀抱着婴孩的母亲喊道。 这时突然一枚石子朝马车砸了过来, 幸好没击中亚连恩公主。 但侍卫还是劝他放下车帘。 亚连恩公主想要找到向自己扔石子的人, 但很快他就放弃了。 人实在太多了, 而且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愤怒。 对马泰尔家族的愤怒, 这肯定是有人挑拨。 安德斯,伊伦伍德伯爵居心不良。 亚连恩公主忽然懊恼起来, 当时消息刚传回来的时候, 他就该立刻处理, 而不是拖延到现在, 更不该任由安德斯伯爵在城中散播不利言论。 不过他也清楚, 光凭安德斯伯爵是没法煽动这么多人的。 这其实更多的是因为这几年马泰尔家族确实让多恩人失望了。 战场上的一次次失利, 士兵、骑士甚至亲王的战死, 让多恩人心里都憋着一团火。 他们渴望复仇, 但盗朗, 马泰尔却又一次让他们失望。 虽说盗朗亲王困住了三境大军, 但这既是筹码, 也是负担。 沉重的负担。 哪怕有河湾提供廉价的粮食, 供养这样一支大军, 也让本就千疮百孔的多恩经济雪上加霜。 养几城的粮价越涨越高, 流民、乞丐越来越多, 人们对马泰尔家族的愤怒也越激越多。 正好趁着这次血浇岛事件, 彻底爆发出来。 砰! 又有什么东西砸在马车上, 看起来像是柿子。 亚连恩公主放下车帘, 坐了回去。 终于, 在侍卫们的保护下, 马车进了城堡, 铁闸门支嘎支嘎地落下, 将喧闹和呐喊声挡在外面。 亚连恩公主下了马车, 与前来迎接的代理城主曼佛里, 马泰尔爵士见礼。 情况很不妙, 公主殿下, 安德斯伯爵纠集了不少人前来。 我知道, 亚连恩公主打断了曼佛里爵士的碎碎念, 我会处理的。 她走上太阳塔长长的石台阶, 来到拱顶下的巨大圆形大殿。 大殿的高台上有两个座位, 其中一把的椅背上用黄金镶嵌着 马泰尔家族的金枪文章, 另一把上则是洛伊拿人的日药文。 当年战士女王那梅利亚跨海西渡而来的时候, 舰队围杆上挑扬的正是这一图案。 亚连恩公主在日药文座位上坐下, 幻想着当年那位洛伊拿传奇女王坐在这里时的姿态, 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威严。 台下站着数十位来自各大多恩家族的骑士, 为首的正是伊伦伍德家族的安德斯伯爵。 亚连恩公主从来都不喜欢这位古陆领主, 但也不得不承认, 伊伦伍德家族是在多恩领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大诸侯。 安德斯大人, 您是作为凯撒的使者前来扬几城的吗? 您是作为凯撒的使者前来扬几城的吗?